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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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挂挂挂挂 听众朋友大家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朋友们大家好 明明最近开通了 个人短视频的平台 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 搜索明明在美国 抖音小红书和TikTok上面 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那么最近呢 明明又在加州的San Diego 去旅行 那么San Diego 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好看的 我会在我的电台节目里 播出 同时呢 在视频的部分 我会在个人的视频平台上 总结归纳 跟大家一同分享 那个美丽的圣地亚哥 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地方 那么在今天的爱八卦节目里呢 我们真是必须得拔一拔 最近让我们华裔啊 扬眉吐气的这么一个大新闻了 前不久呢 大家都知道各种SB147法案啊 德州什么这个限制华人入学啊 不光是华人吧 中国人吧 不管哪个国家人 总之呢 对于这个亚裔 尤其是华裔来讲 都不是一个积极方面的消息 所以呢 当这个大新闻来到的时候 真的是让在美国的华人们 长长的虚了一口气 也扬眉吐气了一把 这就是顺息全宇宙横扫 奥斯卡的七项大将 而我们的最佳女主角 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 由华裔的女主角杨子琼获得 这真是这个奥斯卡 一个开创的一个历史时刻 第一位华裔 获得这项大奖的女主角呀 那么这个顺息全宇宙 这部电影真的是 一路杀来呀 这个拿奖拿到无数 然后奥斯卡的七项大奖的 最终都落在了他们家 那么最佳的影片奖 以及最佳导演女主角 男女配角 以及原创剧本和最佳剪辑奖 都有这一部电影呢 获得了叫做顺息全宇宙 那么尤其是杨子琼啊 他之前呢就已经获得了 美国演员工会的大奖 然后获奖感言上 还出了点小脏话 那瞬间上满了热搜 而且呢这个 当时看了就特别解气 而且你知道杨子琼 本身就是打女出身 他这个说话里 带点霸气 不老实揍你啊 什么这一类呢 真是 哎呀 转足了眼球啊 真的就是在那之前呢 就完全要有这个拿这个奥斯卡的这种感觉啊 那么这个杨子琼成为第一位啊 历史上第一位问鼎奥斯卡 以后的亚裔的真正的是我们亚裔的这个荣誉啊 尤其呢又是我们这个 其实有些人我就觉得特别狭爱啊 啊出生在马来西亚 然后说最佳男配角是越南裔的关继威啊 如何如何 你看了那个那个关继威的获奖感言 我感动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妈妈 80岁的妈妈 我终于获奖了 她是坐着那个难民船来到来到美国的 而且你知道这个这个关继威呢 她是越南的华裔 其实啊 你说这个祖上走来走去 大家都是一家人啊 哎呀 这个亚洲面孔会讲中文的 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 你还管她什么原生国是哪一个国吗 哎呀 大家真的是不要太狭隘啊 尤其是到了美国的亚裔 其实大家就要团结起来 因为整个的亚裔在美国就是少数民族 然后亚裔里牛戏分啊 华裔啊 什么韩裔啊 越南裔啊等等 真的是我们一个大家庭当中 是一个大家非常值得荣耀的事情 那么杨子琼呢 从打星出道啊 可以说真的是另辟蹊径啊 因为这样的一个成名的道路 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不是说一个美女花瓶往那一站就可以达到的 这期间的辛苦伤痕累累啊 这个浑身的伤痕呢 不是不是一般的伤痕呢 不是一次两次的伤痕呢 真是吞了多少的眼泪 受了多少的皮肉之苦和精神上的这个痛苦 只有她自己清楚 到她能够啊 这个在好莱坞啊 闯出一片天际 在这个功夫片 喜剧片 传记片 文艺片 各大领域通吃的时候 那可以说杨子琼真的是厚积薄发 实至名归啊 要知道女演员呢 做花瓶年轻的时候相对容易啊 往那一站 父母给的这个基因就好啊 再有一个好影片 你就很容易出名 但是当你年纪见长 然后你又不是普罗大众这个这个标准的一个 所谓的美女形象 当你已经这个人到中年 你靠什么拿到你的光环 拿到你的奖项 那一定是靠实力 所以杨子琼从年轻的时候 虽然可以靠脸吃饭 那时候就不靠脸吃饭 靠功夫 靠毅力 靠拼搏 这绝对是我们华人后代身上的一个拼搏的精神和典范 那么打星出身的杨子琼真正学功夫 其实呢并不是最早就学的 他还是在签约洪金宝的德宝电影公司开始之后 才开始学功夫的 那前后那个时候刚开始学功夫 也就不到半年的时间 那么成名之后的杨子琼呢 也没有像大多数的人 哎呀 就可以坐吃山空了 靠着过去的这个名声 攒点钱就不吃进取 还是真正的在努力啊 不管什么样的年龄 你看那一身健字肉 那健身房得灰汗如雨多少年啊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年龄 你看大戏也好 言情剧也好 各方面的磨练 那是多少年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和精进 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啊 非常幸运的是杨子琼 不断的在事业和婚姻里做出的选择 每一次都是正确的 1962年8月6号出生的杨子琼啊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大户人家 爷爷杨景坤是从中国福建早年的夏南洋 来到马来西亚的 创办了这个近打巴士公司 专营这些短途的气运啊 积累了不少原始的资本 那么杨子琼的父亲杨建德年轻的时候 就留学英国去学习法律 回来马来西亚之后 就成功的开办了个人的律师事务所 拓展了这个祖上的爸爸的这个巴士公司 长短途都跑又开自己的这个律师行 而且呢杨建德还是百事可乐 在马来西亚销售的总经理 你看这人能干呢 这家族这个精英啊 真的是这个没有白来的呀 那么杨子琼的父亲杨建德 他不但事业上这个遍地开花 而且真正在那个年代就掌握了 人流物流人脉和资本 后来被册封为拿都 担任过马来西亚体育休闲俱乐部的主席 等等非常重要的官职 所以杨子琼出身名门 从小就被培养啊 这个一个精英的培养 各种技能 琴棋书画 游泳骑马滑雪 特别是他从四岁就开始跳芭蕾舞啊 那么大家也知道学芭蕾舞那真是辛苦啊 脚上的伤身上的伤 那么当时家里再有钱培养你 那这个苦是别人这个带不了你吃的 所以杨子琼尽管生在大夫人家 仍然是一个吃苦上进的孩子 小时候的杨子琼呢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舞蹈家 开一家舞蹈工作室 他在这条路上上了英国皇家的舞蹈学院 不过呢 母亲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1983年呢 杨子琼的母亲先斩后奏的给他报了名 去参加马来西亚小姐选美大赛 21岁的杨子琼一态万千落落大方 一举摘得桂冠 随后呢马来西亚 他就代表马来西亚呢 参加了世界小姐的选美大赛 获得了第18名的成绩 虽然呢在世界大赛上18名 但是这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一举获得桂冠呢 这个冠军的他21岁就正式的进入到了 这个明星的星途上 正是这一次的选美大赛 让一个香港富商就开始对他念念不忘了 这个人呢就是潘迪生 他是香港珠宝手表大王 后来又涉足影视时装生意 也吞并过法国的名牌啊 都鹏公司 潘迪生对杨子琼当年呢是穷追不舍呀 迷得不得了 并且把他呢从马来西亚带到了香港 当时呢香港的影视 正好是爆发的一个黄金年代啊 为了一手捧红杨子琼 也是为了挣钱 潘迪生呢就出钱 红金宝啊出人 于是呢 这个他的老公啊 现在是前夫了潘迪生和红金宝两个人 于1984年创建了这个德宝电影公司 那么杨子琼就是这家德宝公司 签下的第一位签约女明星 那个时候才22岁的杨子琼才刚刚开始学习粤语和普通话 还有中国的功夫 好在呢 他从小就有多年练习舞蹈的基础 所以身手敏捷也能吃得了苦 所以学起这个舞打套路来并不是十分的费劲 22岁年纪还很年轻 所以学习什么事情也相对就是属于那个学习期吧 到了年底呢 杨子琼的首部电影《问世》 这部和红金宝合作的《猫头鹰》与《小飞象》上映之后反响平平 当时呢并没有获得这个预想到夺大的成功 第二年的红金宝又找来了这个袁奎指导 以杨子琼为绝对主角 量身打造了皇家师姐 杨子琼呢凭借这个片获得了第五届金像奖的最佳新人提名 从此一炮而红 火了红了之后的杨子琼呢就片月不断了 以打星名号一出全是动作片 所以呢这个辛苦也是可想而知啊 经常各种伤痕累累 那么这个潘迪生呢 当时的男友也是怜香惜玉啊 在1988年向杨子琼求婚成功 结婚之后呢 杨子琼就暂时吸引 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上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 潘迪生外面有了新欢 还是杨子琼与自己的初恋情人 莱西亚大亨拿督朱兆祥 有什么说不清的瓜葛 反正在婚姻期间呢 俩人各种流言蜚语不断吧 最终在91年 杨子琼和潘迪生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潘迪生事业不顺 德宝电影公司也倒闭了 但是潘迪生呢 桃花运还不错 就嫁了取了 不是嫁了 取了杨子琼当年的闺蜜 百亿豪门千金 余贵猪 所以也算落得一个 这个吃穿不愁吧 那么杨子琼呢 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离了婚以后和这个旧好啊 这个朱兆祥 两个人重燃爱火 而是与香港豪门接班人 杨炳良谈起了恋爱 所以呢 这个朱兆祥一气之下去了内地的明星胡静啊 这个胡静被这个朱兆祥什么拿都取了的新闻 当时八卦新闻也是非常的热闹 但是 与杨炳良谈恋爱的时候 杨子琼接到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与皮尔斯布鲁斯男合作 饰演007电影的邦女郎啊 哎呀 很多人都看过 007系列的第一位的亚裔女主角的邦女郎啊 就是杨子琼当年创造了历史 哎呀 那个时候你想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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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尔斯布鲁斯男 那个帅呀 那007谁不看呢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007邦女郎一演了之后 杨子琼的名气 那可就是全世界之名了 所以拍完007之后呢 杨子琼的事业是更上一层楼 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正式踏上了世界影坛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哎 也加上事业又上了一层楼 也和杨炳良聚少离多 两个人分手了 分手之后 杨子琼又拍了李安指导的卧虎藏龙啊 那个当时呢 也也捧红了那个 内地的这个影星啊 这个张子怡 所以和张子怡合作的这个卧虎藏龙啊 两个人呢 这个杨子琼和张子怡是各有千秋啊 总之是事业上一路开挂 所以说到今天 当杨子琼获得奥斯卡女主角大奖的时候 很多人又开始拔她的历史 包括她的情感经历 就说 你看离过婚的这个女演员 事业成功啊 谈恋爱这么多年 什么法拉利的这个男朋友 这个让托德也没娶她 如何如何 其实她自己也正是这个语言 正是因为她当年是结果婚的人 她知道婚姻是什么 她认为这个婚姻并不适合自己 所以杨子琼说 我的男朋友天天经常要向我求婚 我天天都要想怎么样去拒绝她合适 甚至是变成两个人之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形式 她说我真的是认为婚姻这个事情并不适合我 不是我的一个选择 至少暂时我并不想选择她 因为她尝过两个人甜蜜的恋爱 一旦步入到婚姻 男性的男权世界 就骨子里认为你是我的人 你是个老婆 你要尽妻子的责任 你要照顾家庭 就少干事业吧 多回家吧 她就非常担心这种这个事情重演 所以这么看回去 她第一趟的婚姻很有可能 结婚之后 这个就开始这个吸引啊 在家 那一段时间 这个过来人 我也是做过家庭主妇的人 我是深有体会的 你会知道自己可能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外面打拼 或者有一定事业光芒的人 回到家庭变成洗手做羹汤的家庭主妇 那个落差心里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过程也会影响到双方的夫妻感情 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你违背自己内心的意愿去做这个龙中之鸟 你并不快乐 而这种不快乐你就会变成一个怨妇 然后会影射到你的夫妻关系上 最终呢 这个夫妻关系也难以走得长久 所以杨子琼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一个 斐然的成绩 我觉得和她的人生智慧是分不开的 她已经figure out走过婚姻 figure out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非常的清楚自己要什么 也非常清楚婚姻带给你的是什么 这不光是安全感 更多的时候还是一种桎梏 甚至是一种限制 那么当两个人常年只是恋爱关系的时候 男方爱你求你 他今天跟你在一起 每一天都是因为爱你愿意跟你在一起 而不是因为我们必须在一起 因为那张纸 反而呢 男方会对你更有新鲜感 也不敢越过雷池一步 对你有更多的要求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真的很佩服这个杨子琼啊 他真的是我们女人的成功典范 真是鼓舞了无数的 尤其是在海外的亚裔和华裔 他的奥斯卡感言 大家可以看一看 也是非常的让人感动 不要让人去 因为你这张脸去限制你 去榨制你 然后认为你已经达到了你的巅峰 他说我知道我今天的这个事情 会鼓舞无数个和我长得一样的女孩们 知道这个要去实现追求自己的梦想 看了真的是太给力了 好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听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上半段节目我们分享了第95届奥斯卡的这个获奖名单 最让人振奋的就是最佳女主角杨子琼 这刷新了历史 她是这个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华人的女明星 获得了这个影后的奥斯卡的桂冠 所以这对于我们全美国的这个全世界的华裔来讲 都是一个让人非常扬眉吐气的好消息 那么我们回顾杨子琼的发展历史 从香港出道出生在马来西亚的豪门 然后跟前夫来到香港 在香港从打星成名之后呢 又进军好莱威武 出演了007的邦女郎之后呢 事业更上一层楼 来到了世界影坛的这个舞台之上 事业就是一路开挂 之后又拍了李安的卧虎藏龙 在好莱坞又是火了一把 在全世界也火了一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杨子琼和来自美国的心脏病专家 Allen相恋 由于对事业存在分歧 两个人曾经订婚 最后又解除了婚约 这个时候呢 这个环亚电影公司总裁钟在司 也不顾二婚的妻儿乘虚而入 疯狂的追求杨子琼 为了套牢杨子琼他也是在劝说 杨子琼和他一起成立了一家 名为神话的电影公司 但是啊真的感情是最忌讳和生意 连接在一起的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那么神话电影公司出品的 天脉传奇飞鹰等等几部电影 当时就是票房惨淡亏了不少钱 两个人的感情也趋于平淡 好聚好散 钟在司给杨子琼介绍了一位大佬啊 前赛车手法拉利CEO Rang Tord Rang Tord对杨子琼是一见钟情 而且他并不反对杨子琼 在演艺事业上的追求 这可以说啊 真是最佳的这个爱人土壤啊 对于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对于这样一名 意义生辉的女性来说 可能找到这双适合你的鞋 是再重要不过的了 上半段节目我也跟大家聊过 由于杨子琼获得了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奖之后呢 各种大卦新闻 坊间的新闻都冒出来 还有人说 哎呀事业再成功 也是个没人要 什么这个离婚女没人娶 谈了恋爱这么多年 法拉利的CEO 这个Rang Tord都不娶她 这完全是个谬论 实际上是因为杨子琼 自己选择不嫁的 所以呢她自己也出来澄清 这个事情 当然有一个叫做奥斯卡魔咒 也挺难听的 就是说这个奥斯卡 最这个获得奥斯卡 这些女明星 男明星们获了之后 获奖之后 婚姻还很稳定 女明星们获了奥斯卡奖之后 经常五年之内的离婚率 是巨高啊 就很多男人 可能作为这个奥斯卡奖 女影星背后的男人 很多男人就接受不了这个落差 各种各样的矛盾 最终呢就婚姻解体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个杨子琼啊 她没有结婚 也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真心的住院这五年之后 她还是情感事业双丰收 咱婚从来也没有结果 也不存在离婚的这回事 但是呢 有些感情虽然没有扯那张纸 在一起这么多年 也跟婚姻差不多了 如果因为女方获得了奥斯卡奖 这个异议生辉 男方忍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光辉 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落差 造成感情问题而分手的话 这真的是最大最大的遗憾 所以在这我真的是非常祝福她 但是我觉得杨子琼 作为这个大星出身 而且你说她这么睿智的一个女人 果断的不选择婚姻 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聪明 那么这么多年呢 让托德对她也是异常的支持 她的演艺事业 所以应该呀 感觉是问题不大呀 那么没有后顾之忧之后 有了最佳的这个男朋友 感情的这个温暖的土壤 杨子琼真的是在演艺事业上 一路突飞猛进呢 没有因为自己已经人到中年 就这个这个昨日黄花 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创造各种辉煌 她把自己的精力努力都放在怎么样去 雕琢演艺上了 她的电影题材越来越多样化 从最早的大星 又有不断的新的这个文艺片 黄石的孩子啊 她有这个参与了探险片 木乃一三 也参与了科幻片 生死新纪元 还有功夫片 剑语 还有人物传记片 昂山 这个昂山 速记 以及呢 悬疑片 机械师二复活 还有喜剧片 摘金奇缘等等 直到瞬息全宇宙 她是把动作悬疑 奇幻 二次元 喜剧家庭等等元素 一网打尽呢 所以杨子琼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剧情里 游刃有余表演这么入木三分呢 那真是多年的积累 如果你不是在之前又演过文艺片 探险片 科幻片的话 又有功夫的话 你怎么可能今天成得住这样的一个 这个怎么这么重的一个一个一个奖项呢 这个奖项它真是实至名归 瞬息全宇宙呢 这个剧本也真的是能够把这么多复杂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动作嫌疑 科幻奇幻啊 喜剧等等家庭片放在一起 又碰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演员 让这个杨子琼把它演绎的淋漓尽致啊 这真的是天作之合 所以杨子琼饰演的这个伊弗林被时代周刊评为2022年的经典电影角色 于是在金琴鸥奖影后 奥斯卡影后就一个一个的接踵而至啊 杨子琼真的站上了演艺事业的顶峰啊 那么男友让托德也把事业做到了顶峰 他现在是国际气联的主席啊 这两口子虽然没结婚 互相扶持又各自精彩 两个人都来到了山顶 一览众山小 我想这大概是所有最成功的女性 一个最佳的一个感情的典范了 就是你既不会被男方控制和压抑 他又会支持你 又像一个肥沃的土壤 让你生长 让你温暖 让你有生命力 又又滋养你 让你成功绽放 然后对方呢 又不会因为滋养你而变得 总是某某人的丈夫啊 变成什么什么这种 这种心理的落差 而是各自精彩在自己的领域 这个创造一个巅峰的状态 这种枪枪联手的婚姻和感情 才真的是这世间最美好的一个奇迹啊 所以真的大大的恭喜啊 第二第95届奥斯卡的最最佳女主角的 获得者杨子琼 同时呢也是由衷的为她感到高兴啊 也同时真的是激励我们更多的 华人女性啊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多种族的社会里 我们的亚裔和华裔作为少数族裔 经常是因为这张脸就觉得 What's going on 被别人怎么样看待 其实突破这一点的是 首先你的心理上要突破这一点 觉得I deserve it 我值得这一切 抛弃掉因为我这张脸 因为我是亚裔 我如何如何 这个玻璃天花饼 把这个这些想法都丢掉 你就会轻装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好的朋友们 这个今天的爱八卦就到这儿 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那么提醒大家春假期间呢 明明也在Santiago去旅行 我会陆续在我的短视频平台 发放一些旅行的见闻 以及呢 一些旅行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和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和YouTube上搜索 明明在美国 抖音小红书和TikTok搜索明明信箱 就可以找到我的短视频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